影之印這個IP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以獨特的美術風格再配合武俠元素 在不少武俠Fans 眼中大家已經留意了名字有好一段時間 無論是之前與主機有預告的遊戲 還是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橫向動作作品 影之印斷墜者 不如又趁今次的特別推介為大家介紹這部作品吧 影之印就是由X-Game 開發 剛才我都有提過遊戲中其中一個最吸引的元素 就是獨特美術風格 他的美術總監 Michael Chang 曾經負責過 Demon's Souls 和 Dark Souls 1 2 的美術總監 後來回到香港亦有參與過手機遊戲開發 為作品擔任美術總監工作 他的後圖著色風格再加上獨特的線條風格 亦都同大家常見的CG 有著非常大的分別 今次遊戲作品雖然發生在武俠世界 但融合了不同的機械和機關元素 結合出一種全新的武俠龐克風格 遊戲入面將這種透過機關改造來提升武術功力的方法 稱之為殺氣改造 雖然這種方法可以在一夜之間提供武術修圍 但隨之以來的就是被殺氣吞噬 成為一隻上血的怪物 遊戲入面大家扮演的幾位主角 將會代替遊戲入面的組織 去消滅各種受到這種改造的武者 遊戲是一部橫向的動作遊戲 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地圖裏作有限度的探索 除了爽化的打鬥和練技之外 大家亦都可以透過不同技能配合不同心法 搭配出華麗的連招 玩家除了可以用基礎連招之外 你亦都可以隨意搭配技能 配合出兩套屬於你自己的獨特combo 配合基礎連招 你可以在三套不同的武術之間互相切換 打出華麗而高傷害的武術絕招 作為一部橫向的動作遊戲 遊戲地台亦都會好像其他不同大家喜歡的作品 又轉不同的隱藏要素 例如隱藏的NPC 會為你帶來一些支線任務 場景裏面不同的雜物你打爛它之後亦都可以得到一些幫助你的道具 金幣 在不同的地圖之間來回探索 亦都成為這部遊戲其中一個賣點 除了轉線任務之外 剛才有提過不同的NPC 會指引大家去到各個地圖 當你第二次或第三次去到有關地圖之後 你會發現地圖的敵人或NPC都會有一定的改變 在探索後你亦都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獎勵 遊戲中亦都要注意到不同的升級元素 例如裝備、心法亦都有不同的連攜 Combo 令到技能搭配或即是升級時亦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遊戲中亦都可以預載幾套不同的裝備及技能 令到你不需要每次去到特定關卡時重新設定 雖然今次特別推介 但相比系統介紹或玩法上 我更想講講它的特色 現在來說橫向動作遊戲其實已經買少見少了 今次遊戲作品中就運用了不同的短故事 去講述武林之間的恩怨情愁 殺氣改造雖然是一種禁術 但有別於一般的遊戲劇本 故事中的敵人大部分都不是為作惡而濫用這種禁術 反而是因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苦衷 所以才走上邪魔之道 除了關卡中的對白之外 遊戲在不同的劇情中 亦都有著過場動畫去跟大家講講故事 在不同的任務及時刻 故事的動畫亦都會由不同的角色觀點出發 在主角自己、在受害人、在加害者的角度 在眾多角度出發重新了解故事 令不同玩家在遊戲故事中的投入感大大提升 後來亦都會因此同情不同的角色 令大家重新審視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麼才是正義 官方網站上都有相關的漫畫可以免費看到 如果你不肯定喜不喜歡這部作品的話 你亦都可以上一上官網看出故事 喜歡的話再下載到未遲吧 影之刃斷聚者已經在雙平台、PS Store、Steam、Epic Game Store 上開放下載 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喜歡武俠遊戲作品 又或者對一些獨特美術風格作品有留意的話 今次的影之刃斷聚者你都要留意一下它 特殊的角度出發 低得風格 低得风格